解答是這樣的做沒有錯 然後他就直接放答案給你 李漢老師 你精神還是很好 在D卡上面有人發問這一題 那我沒有解出了 還因為想來 就能來請你幫我們解一下 我們有2x3次方 -5x平方 -4x加12等於0 他其實還有一個小細節 但是我先不跟你講 那請問你一下 如果這是一個方程師給你去解的話 你會怎麼去解 就用講的就好了 牛頓法 就是去猜他的所有根 他的根有正負1 正負2 正負3 正負4 正負6 正負12 好的 接下來還有就是 2配到1 正負1 正負1 正負2 正負2 正負3 正負6 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嘛 對 有點小麻煩 但是他的小細節是 他告訴你 這個方程師呢 有一個重根 那如果當你知道這個的時候 你會怎麼去解呢 如果有重根喔 對 有一個二重根 這樣子有沒有幫助 我覺得應該有吧 對 欸 alpha是二重根 對 對 好像把它展開齁 嗯 然後這個二就把它除掉 所以變成原始 好 原始全部都除以二 欸 請問一下這是怎麼來的 欸 這個就跟這個一樣 係數是一樣 好的 對 然後 那下來的話是 這個係數跟 對 負2的係數一樣 好的 然後最後是這個 常數項跟那個 六子一樣 好 那你覺得這樣 會稍微簡單一點嗎 好像 就是用這個套這個 就是負2就是負2 麻煩 欸好像你還好 哈哈哈哈 因為我想要說一句話啦 嗯 解答是這樣的做沒有錯 然後他就直接 放答案給你 哈哈哈哈 哈哈 喔喔喔 對 他用根與係數啊 就是一樣的意思啊 你是把它證明出來的意思嗎 那請幫我們 這位同學幫他解 就是 幫他解完 幫他解完 對 這個有什麼比較特徵的地方嗎 他BETA丟進去 也是要 算 三次次 對 我真的 那是怎麼一算 嗯 對 我覺得這個好像沒有比較好做 哈哈 那我覺得 那不如你一開始就直接猜 還比較簡單嗎 對不對 對比較直觀一點點 哈哈 他如果有一個重根 對 老師 這可以用為幾分嗎 解方程師不用為幾分吧 來 還是你覺得 因為他有α2重根嘛 所以 你再把它圍一次 它變成6x2次 減掉 就是10x-4 等於0 所以他一定在這個根裡面 喔不懂 所以2x2次解5為1次 減2答案是0 就是這樣 那那那那那那那 但是 這位同學應該就是我們以 步步步步步為幾分的方式來做好了 喔 對對對 因為他應該 他一圍分你就知道他的根是什麼 你就帶進去串 你就知道哪一個 因為他的這兩個根不是就已經出來了12 然後負責在這裡 所以他的根是負3分之1或者是2 所以他成分只有可能負3分之1 嗯 對 但是我們 就不走回幾分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沒有比較方便 因為你 你β是這樣 這個 這個 β就是 4α2分之1 對阿 你把它帶進去 4α2分之1 又要再做一個神奇 對 你要做一個3-4 啊不是 意思不是也是一樣 你還是在做這個阿 對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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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就是要你 他的想法到底要幹嗎 我不知道 為什麼要這樣 所以你覺得這題是現景題嗎 他給你一個二重跟這個小細節 其實沒有把這題變得更簡單 你不如直接好好的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把這些數字帶進去然後 硬解 會比較好 沒有 我覺得搞不好 就是 因為我們沒有看出來嘛 並不代表他不存在那個關鍵 對阿不行 這個如果又畫的話 因為他如果有重跟他應該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他應該是這樣子 喔對阿 這樣 這樣 這個以我們高中處理的這個是可以解出來解釋的 沒問題阿 如果不用微跡粉的話 用 把立方配一下就好 對沒問題 還是可以做出來 但是這兩個就不會知道 對這兩個就要用微跡粉 才知道 對阿 一次尾半是零 但一次尾半是零 跟這個也是一樣的意思 喔對阿 你覺得他搞不好應該是一樣的 喔可不不行耶 他拉到後面都好大 喔對阿 對阿 那好像又變回神 一開始那樣子的 三次是 對可是 他會有一個好處是 他這個做出來 這個第一個那個 2α3-5 1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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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5 OK 然後這個再除 再除一次 所以是2α 所以變成4α-5 然後再變成4α-5 欸 對阿 因為這個會比較好做 就是這個α 這是4α-5 4α-5α-5α 是 所以回起來是6α-5-10α-4 所以他就可以得到6α-5-10α-4的答案來這邊 好 對阿 這邊可以進去 對這邊可以進去 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比較好的方法 欸對阿 他沒有問題 你居然用那個什麼 這個叫做綜合出發 對對對 對喔 應該是這樣 那為什麼答案單這麼多 我不知道 他就送你一句話 好玩嗎這題 還不錯還不錯 我覺得我們的比較好 對對對真的